接著下一位是白仲綺先生 主席今天想探討一個社會現象 就是為何這麼多自為反對政府的人 其實是很喜歡輔助政府的政策的呢 有一個很出名的中國電影的代表 就說中國人是要管的 很多左膠其實當這個人是仇人 不過見到一些不喜歡的社會現象 他們同樣會問他為何政府不管的 今天就是想探討這種叫做Cognitive Dissonance 其實香港歷史以來 不可以中英夾閘我們的同事做即使社會很困難 即是一個思想不協調 香港歷史以來政府都是以積極不干預為榮的 但看到今天的官僚就擺在這裏名為過市 所以就出事了 從獅子山學會的角度來看 因為管治一個社會 特別是在沒有民意承托下 干預越少 反彈就越少 為何今天市民想起沒有民主的殖民地政府 會心微笑 但同樣問他對今天政府的態度 你猜猜他們有什麼反應 說到租管 政策運作就不需要多說 因為歷史以來每次租管 最尾都是取消的 就算撐租管的人 都知道是會減少租盤供應的 但當那些左交同意 政府應該要增加土地供應的時候 連綠色充滿樹和草坯的哥爾虎球場都應該剷平它 但同時支持一個減少供應的政策 這是不是一種思想不協調呢 每次政府說到建多些公屋 很多人都馬上反應 就說建來有什麼用 都是益新的特權階級 例如新移民、富戶等 同樣的 逼人減租 有份減的人當然是開心的 不過收入不穩定 沒有佛靚的CV 最重要的是年輕人 剛剛出來工作 要自立租樓給自己的人 對不起 沒有業主會願意租給你的 我們下一代 面對這種世代相爭 怎麼鬥呢 最近梁錦松就說 香港要有一千萬人口 原因是因為要配合大灣區發展 配合大灣區有租管就最適合了 因為高鐵廣州南站建一個香港城 逼了年輕人上去 反正他們留在香港 連想租房屋自己住都變成不可能 不去大灣區還可以去哪裡 所以我最後想希望各位左膠人士 想清楚自己其實是否只是一個 輔助政府權力擴張的工具 多謝主席 很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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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